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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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09至2010年度的馬季開始 馬會獲得香港政府的批准 增加了15次 越洋直播海外賽事的賽馬日 比廣大馬迷 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海外賽馬 沒錯,有了越洋轉播賽事 我們就可以在同一時間 為千里以外的深水賽區打氣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同時為出外院精的 香港代表打氣 因為只有有實力的賽馬 才會獲得邀請到海外參加比賽 對,在2010年 就有三匹香港代表 是越級挑戰成功為港爭光 包括高達里馬房的時尚風彩 和方家鵬馬房的綠色盡威 當然,還有來自姚本輝馬房的極奇妙 不如我們馬上回顧一下 這三匹在2010年跳出香港 挑戰國際的本地賽區 3月27日舉行的杜拜世界杯賽馬日 香港派出了時尚風彩 同一世界和好爸爸 參加當日三項不同類型的國際級賽事 而其中參加千里米草地三級賽的 阿喬斯短途錦標的時尚風彩 在當日更加先拔頭籌 擊敗了其餘15匹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短途好手 勝出這項總獎金高達100萬美元的 國際三級賽 在同一晚上 同一世界亦在千里米交沙地一級賽 金沙軒錦標跑鑽桂骨 5月16日 香港代表再次遠征新加坡 記得在2009年的 KRISFIRE國際短途錦標 我們的世界短途馬王 連華新輝曾經作客擊敗 新加坡馬王火箭人 兩個頂到碼頭的時候 連華新輝競勢看來強一點 剛才的時候 連華新輝贏國際短途錦標 第二名火箭人 第三名魔界明區 今年連華新輝雖然因病眷勤 但我們港隊仍然派出鳥宇花香 時尚風采 綠色晉威參加這項國際一級賽事 賽事舉行的時候由於適逢暴雨 對一向只慣於在正常場地上 各族的時尚風采形勢相當不利 而鳥宇花香由於只是擅長後上跑法 在天宇情況下作賽威力也打折扣 花香赤炎舞者在尾距離頭 超過10個馬位 火箭人可以上來追過中間上來 看到還有綠色晉威 但幸好 光岑小威變化場地各族的綠色晉威 原來在天宇之下作賽特別醒神 綠色晉威正在鬥火箭人 4號的綠色晉威跑第一 跑第二名火箭人 最後他還以一條馬頸之先 替港隊馬再次作客擊敗火箭人 綠色晉威在新加坡 贏了Chris Fire國際短途錦標之後 今年9月就將矛頭轉向日本 為了備戰10月3日 在中山競馬場舉行的 1200米國際一級賽日本短途馬錦標 9月12日 綠色晉威去到板神競馬場 參加1200米國際二級賽人馬錦標 我當走出去 還有胭脂黎人、雙男黎明 綠色晉威越遠越近 在那邊經常掌握到馬來拍照 這隻是衝鋒進氣 看來還押著綠色晉威贏的馬 結果綠色晉威在這場賽事 跑獲雅軍 三個星期之後 綠色晉威就如期參加日本短途馬錦標 由於在人馬錦標表現太野人側目關係 綠色晉威在這次賽事裡 就成為主隊日本馬的頭號假想敵 由起步開始 綠色晉威就一直受到主隊馬的包圍 形勢非常不料 好在我們港隊除了有綠色晉威在陣之外 也同時有由港產華將黎海榮拆旗的 極奇妙參加這項賽事 由於主隊馬只掛著圍攻綠色晉威 忽略起步後就在前面領放的極奇妙 結果極奇妙在黎海榮的妙絕發揮之下 一放到底贏了這行國際一級賽事